所以天才是指一个触及创造之源的人 无意识的或有意识的 要么有意识的成为天才 要么无意识的成为天才 当我说无意识的成为天才 你可以举贝多芬为例 他是无意识的天才 他搞不懂他为何是个音乐家 但他的确是 他有听障,听不见但音乐依然流动 因为你不是有一把好嗓子而成为音乐家 而是你有了了不起的听力 这才成就你成为音乐家 所以一个连听都听不到的人成了音乐家 这是无意识的天才 或许正因为他没法听到正常的声音 所以他把注意力放在别的东西上 所以他没得到正常的声音 对那样的声音乐家